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做Almond Cookies 杏仁饼干 它非常简单 很容易上手 下面我就一边做一边讲 我们还是用两杯面粉 首先取150克左右的Botter 然后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 直接放入一个能拌两杯面粉的容器里 放到微波炉里打半分钟到45秒 那微波炉里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拌固体拌液体的 那我们首先先放糖 半个cup的糖 趁着它里面还有点温度 把糖先下去 不喜欢糖的可以放平一点 像我刚才那样浅浅的 搅到它都变糊状 接下来我们放 四分之一tsp的Baking Powder 浅浅的四分之一tsp的盐 最后打入一个蛋 再搅拌 最后才是面粉登场两杯 再轻轻给它拌匀 先不要用手 一直拌到它像面团 像油酥面团 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把它这样压 压成面团 那压成形之后呢 我们就要这样 翻浆倒汗的揉 左面又弄到右面 右面弄到左边 上面弄到下面 这样把它全部揉匀了 大概这个动作要持续个两三分钟 最后杏仁片登场 半杯杏仁片慢慢放 不要一下都放进去 放一点揉一下 放一点揉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 一都对了了一都 陆陆续续 差不多分个五六次 这样放进去 这样揉到它均匀 接下来我们两个手一起工作 如果没有手套的话 可以找一个塑料袋都可以 把这摊面团 大约一分为二 先用手把它定型 把它弄成长方形或者长圆形 先把它捏成你喜欢的大小 因为这个就是饼干的直径 然后把它放在Tinfoil上 卷的时候尽量让它卷成粗细一样的 然后把它包裹起来 两头约一下 紧一紧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步骤 那放冷藏好 30分钟朝上 它才会变硬 那放久一点更好 切的时候呢 就不会松松垮垮的 这个面团一个小时不到 我拿出来就变这样了 你看很硬 打开拨有切片 大概一片切到 0.5 0.6公分这样子 如果碰到杏仁片硬硬的时候 你就慢慢这样滤 万一这样子 比方说哪里有点松 你就用手这样按一下 切好以后 然后这样放在烤盘里 下面垫一张缝油 这个饼干和饼干之间的距离 不要挤得太紧 不要太够了一刀 然后前面后面一刀这样 你就用手把它按一下 按扁一点 一般来说两杯面粉 大概可以做到40个到45个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就预热烤箱先 把它放在350度的Fahrenheit 等于180度C 然后我们设置20分钟 预热个2到3分钟左右 我们就把饼干放进去 那叮咚响了以后 我们拿出来呢 它是这样子白白的 你不用担心它说不会熟 我们只要把它翻一个深 然后再烤个5分钟 烤箱有偏差 那你可以稍微再加长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人千万不能跑开 因为它的变化就在瞬息 你如果跑开的话 可能就叮咚咚啪叹焦掉了 好了 今天的鲜人饼干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我会一直不断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的简单的加长的小菜和小点 谢谢大家